香港工程師學會表示 要防範不幸工業事故的發生 業界需要緊守4S並暢以施行4D系統 4S就是安全智慧工地系統 是一種融合人工智能、物聯網、雲端系統等技術 實時收集數據 即時傳送到工地的一站式管理平台 令工程團隊即時掌握工地狀況 提高工地安全 系統可收集和分析工地中各種數據 包括人員位置設備狀態 環繞數據與墨幣環境監控、安全監控等 並對可能發生的安全風險進行預警 而4D分別是Define 意思是確定建築物中的墨幣空間 Develop 意思是制定進入墨幣空間工作的維修守則 Deploy 意思是委任工程專業人士協助維修及管理 以及Design for Safety 意思是利用安全設計概念 從源頭阻折危險發生 香港工程師學會指要滿足4S及4D的需求 需要多項工程科技相互協助而達成 除上述人工智能、物聯網、雲端技術之外 更包括無線感應器以監測物閉空間的氧氣和有毒氣體含量 實時位置追蹤技術 如無線射頻辨識或全球定位系統等科技數十種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李志康博士指出 勞工處現行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規管各種涉及工人安全的要求 但是大多數工作情況只按法例提供基本保障 未全面顧及工人的安全 而往往在事故發生時導致悲劇 因此學會鼓勵會員 應該更好地利用工程師的專業知識和智慧技術 以生命至上為工程的首要考慮 人 NasTH所以是美味ých匹овали 咖啓茲